我真的不想听到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再喊一声士官掌了 Edrius只要轻轻地甩甩手就可以打败他了 你们以为他在这种时候还能抵抗多久 结论就是希望是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 如果你们想看证据就问问你们死去的同伴吧 放弃吧 人类 你们知道从无尽号开始你们死了多少人吗 不用去查乱当坑了 我有数据 那就是多到数不清 而且还越来越多 人类觉得自己赢得了战争的一个好处 就是你们不用越多人觉得安全了 所以不用再躲了 然后你一出来 你的头就会爆掉 孩子们就会欢呼 DT自认说出士官找到哪里 还有做什么的人类 就可以获得DIP的资格加入我们留保证 而且保证可以多活个 应该至少两个礼拜 一个来全部来 充满你们那个愚蠢的英雄就可以活下去 所有两棒者不再注意 谁知道士官长在哪里就会得到丰厚的奖励 但是接下来就得给我好好交代 为什么看到他去什么都没做 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报告的 即可将上头反应 否则有你们好看 就算士官长死了 超级战士杀手也绝对不会收手 他们只是得忍受 你们懂的 猎杀比较无趣的猎物 就是你们这群士兵了 听说过Jega Arternei对吧 流放着精英中的精英 Atriox 只守了那个最厉害的宗旨 现在他正在四处搜查 做他最擅长的事 所以你们别想要睡觉啊 也别想要休息 准备好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吧 人类 只是想问问 USD是付你们多少钱来跟我们打 希望是很多钱 不然有人真的要亏大了 亏的人不是我们 人类 你们的英雄回来了 就胆大妄为了吗 很好 我们也等不及见到 在你们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前 希望从你们眼中消失的样子 终于能再次和超级战士 并肩作战的感觉真好 挺好了 恶心的东西 尖塔已经倒下 那要怎样 这种东西我们有的是 管带上到处都是 可以再重新制造这个武器 而且进度还不错 这种力量属于流放者 只是一座尖塔不会有任何不同 听见我说了吗 你们以为这些抵抗有帮助吗 这样只会让我们生气 而且等我们终于逮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要受更多罪 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尽管试试看 当地单位 很高兴可以跟各位报告 Astron成功杀死了超级战士 他们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尖尸 还要死得更厚了 反正呢 大家继续 iiiiiii Especially つい 你 好